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呢好熱好熱 今天台北來說的話它超過了35度 這是今年入夏以來台北的這個最高溫 特別提醒大家夏天真的來了啦要特別留意 我們首先來關心這個把海豚颱風的動態 你其實從這張圖看起來哇這個颱風好漂亮 不過呢其實這個還好他沒有侵襲台灣或是日本 這個呢現在是中度颱風預計呢很快大概在24小時內 有機會變成強烈颱風 他目前來看的話他會 明顯的這個開始要往這個東北轉 90度大概大轉彎 目前來看的話往日本南方的海面對於日本影響並不是很大啦 那我們台灣要稍微留意的就是說 今天很熱今天午後雷震雨沒有辦法發的能起來 事實上在這個長江流域這一邊呢 中校這一帶剛好有一道封面 這個封面其實還不是 很強啦 但是呢他有一點開始往南移 所以台灣來說的話這邊喔 從西南邊的這個風是會增強 所以預計呢明天開始午後震雨 午後那個雷震雨的情況會 稍微明顯一點特別是靠山區 請大家要留意了就是下午出門的時候一定要帶上這個雨具啦 那雖然這邊呢其實有封面這個一直連著在一起的啦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一點那種架構了 目前來看的話還不夠強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整個是流場的變化 其實有一點這個封面的態勢出現 但是這個交界呢還不夠明顯 等於是等於環境還沒有辦法很好 可是我們來看如果預測下禮拜的情況 跟這個相比其實這個冷空氣稍微冷暖的空氣交界 就很明顯的齁而且延續一直從這邊 從印度洋這邊一直來齁 所以這個我們為什麼說 有人說這個下禮拜二三開始呢 可能會有一個自災性的這個梅雨會發生 事實上 自災什麼是自災其實要有定義的啦齁 大家不必過於緊張 但是呢就是要提高警覺就對了齁 為什麼呢從大概從下禮拜二下半天開始 這道這個封面雲氣呢就會慢慢接近到台灣 而且整個架構就完整 其實這個封面與封面呢不是每一個都會自災的 而是說在這個當中呢會有一個特性 他這樣的一個態勢呢會停留大概好幾天的時間 那一波走了又來一波 那這當中呢這一大波裡面 裡面又有小的系統發展起來 一連串的齁所以這個有時候 每天都在下雨齁這個萬一煙的水 隔天又再下 所以就很麻煩啦齁 所以這段期間呢請大家要提高警覺 就是周末這兩天請大家有空的話 尋田一下齁 在家裡附近有一些水溝 很久沒有看了特別是今年到現在為止沒有什麼太大的雨量 所以 預計呢這一波可能會比前幾波還要來的大一些 所以請大家好好看看家裡附近的水溝 稍微注意一下有沒有這個阻塞的情況 要容易發生 我們再來看這個預測的圖喔 雖然其實現在來說的話是有封面 但是他位置比較偏北不是到台灣 那不過呢這水溝接近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在 在未來這兩天喔容易發展起來 那比較關鍵的是各位看來看19號19號的時候就是禮拜三左右 是禮拜二三左右 其實禮拜二來說的話預計這個封面會南下 這時候南下呢有一些中小指路在我們的預測圖是 看不出來的啦 恐怕就會比較接近到台灣 所以一波一波的影響 就會很 像排隊一樣喔 都會進到台灣 所以這個時候雨量呢就會 這個其實很難去預估說雨量有多少 很高的變動度的空間 那另外呢 這個白海淪颱風各位也可以看到出來 在邊邊喔 其實預計會轉彎啦 對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或是日本沒有什麼影響 那未來呢要注意這個雨量的部分 明天基本上應該是高溫炎熱 不大容易下雨但是午後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禮拜第一開始 午後雨就開始增多 禮拜二會更多 禮拜二預計那個封面就有機會會提早到了 但是這個這兩天其實變動度很高 這個雨量的參考價值到底是多大的雨 參考價值 老實說沒有那麼的高 但是提醒大家就是一個不穩定的一個趨勢在 禮拜二下半天到禮拜三或禮拜四 未來有幾天的情況 都是如此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下禮拜這波雨勢 不要太緊張啦 但是一定要做好該有的準備就對了 接鎮前程 風的部分來說的話最近這個南風 未來 明天會稍微再增強一些些 南風一增強 當然啦 午後震雨或是更熱 情況就會出現 那另外呢 接下來就是禮拜這個 二三其實 北邊有封面 封面跟南邊的暖空氣 南風在一起夾災 等於是台灣附近的就是一個戰場 這種熱對流小尺度就很容易發展起來 這個其實是很難預估到的雨量多少的 這個比台風的雨量還難爆啦 溫度的部分來說的話這兩天真的很熱 北部來說的話 32、3度 或是34、5度 都有可能會發展起來 那預計到禮拜二 下半天就開始往下降了 那預計下禮拜三禮拜四 可能雨量比較多 所以這個雲比較多會下雨 所以溫度就降下來了 但是這兩天很熱一定要預防中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人體 剛剛習慣這個4、5月 出其實還不會很熱 一下子來到35度 很多家裡面年長者老農 他會忘記 身體還沒有適應好 還去夏天工作 那這個就要注意了 那中南部來說的話 雖然看起來沒有那麼熱 但是呢 有時候很悶的 特別濕度很高 請大家呢 這個 這時候 要關心家裡面年長者 如果要務農的話 一定要留意 補充水分 要注意身體的狀況 其實相對的真的很熱 我們給大家建議 這個炎熱高溫的天氣 會持續至少到 下週二左右的時間 下週二的下半天 可能有點小變化 目前來看的話 明天開始 午後雨會就會增加 那下週三呢 其實上次可能是二三的時候 這個梅雨封面的架構 完整就會進行到台灣 會有一段 連續比較久 而且比較不穩定的時期 所以請大家呢 這段期間 一定要 提高警覺 做好該有的這個 可能訓期的一種準備 有做準備 比這種很害怕 到底會不會自在台灣的重要 請大家多留意